本身之前就是一圈信息王 BBL在这次比赛也是 开门 喷一哥 人太多了 枪权非常密集 虽然武器不错 但是对面的这个激活显然更高效 窗口快的怕也顺利放倒了Eddy 反应很快 安诺抓这边直接封火 前去铺位置 BRU 这波就两个人过来都敢冲啊 平头哥啊 有个Konexi 离他们有四五百米远 他在站点再等队友了 敌把捐了基本上 对 原本的计划是就是三圣斤打完之后 拿四分然后跟我会合 我拿十分帮你们架一架 你们开始给你端材 你撕血了 好着急啊 找个厕所 那这局就是 都还没 还是速度稍微快了一点 而且杀不住啊 我可以淘汰我自己 放出来了 然后牛哥直接扎进去 这个是最理想的 另外一边OP扫车是把黄车给扫下来了 一波哥 漂亮 又打了一个 反身啊 听到了车身 还过来观察出边的情况 有点四面楚歌了 镜子掐了一颗雷 旁边牛哥的车子入锅 他以为是SQ的队员 对比颗雷扎到Tikota 这个角度 赶紧进防区 不然会被补掉 欧洲队伍和美洲队伍之间的一波较量啊 幻神还是被小佐给抽了下来 而且是用脸狙打掉的 在这个距离 幻神也是被直接补掉 那Pero的顺位是紧贴着T 在这个地方布过一个局 但是被冲震了 那一次失利了 这次继续往西部去走 六扇门 我们能看到没有人 但是Pero采取了更稳的方式 走麦田 要去双反 李温爱边也是 因为李浦哥一开始先打掉两个 所以 处理起来还是有人数优势 他虽然是拿下这盘防局胜利 天鲁啊 这边是走了西部海岸这一条弓 就是这个赛前接受过采访的Tikon 其实CES的架点还是比较明确的 所以Tikon撤回来的难度不是特别的大 CES的战队是标准的下场区域战队 好 接着来说枪线的展开 只要规避一下雷 这个烟给Arnoldi找到一个缝 Arnoldi直接拉过来 FIRST一发手雷放倒了马云龙 这一侧又找到机会 放倒了长龙 Arnoldi被炸倒了 打开突破口 但这个角度 被人压到禁点了 侧面枪线缓解了一下 正面就有作战的机会 后面Tikon也在移 两方护移都贴到一起了 下车想打 打成了思学 冥冥 冥冥放倒了SSR 来了一部浑水摸鱼啊 赶紧把分拿了 这个角度很容易被K头 是被WC拿到了SR的分数 这波名为点小亏 而且震南这个位置不好补 SQ是停到 直接利用这个马路反坡啊 BGP这波挺拼的 这个选点在去年啊 选择的位置 这个点是要利用到 这个六扇门被其他地方的枪线制衡住的 要不然两颗道具打开局面 可能直接被融化 对就是一个赖火 你要往多面去打 因为他觉得西边的地形 没有视野不太好攻 选择了正面找机会 WC正面的人放的不是很多 是的 禁点应该是两个 外边SQ这里也漏枪了 全边的一个炮楼 我们看到这边 必须要直接的进攻 知道这边人并不多啊 人敢蹲在这个地方看的 那对方但凡准一点 直接把他秒了 还会叫背锅的 楠楠被摸了 WC是两个人同时来的 周平岩上后撤了 因为换神刚才在路上的时候 被打起来 现在就New Happy只剩两人了 那这个击倒 WC要是全员过来的话 New Happy还是很难操作 两个人已经撤了 周平岩和明明 这个第一场还挺难受的 转移掉了一个 然后被摸了一个 WC现在可以拿着New Happy的房区 New Happy的这个山头 他不着急 因为房区细节很明确 就一个人了 是的 他可以很 这个圈 WC打开局面 对 早点站位 哦 这个放倒了 有没有可能机会已经来了呢 但他可能是在房区附近 这个应该是能服的 而且被他的队友抓了 而且他没有打架 对 对 相对来说 他这边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这个过点抓得漂亮 QB被扫头扫下来 白哥怕就是BGP这个赖活位啊 还真有退伍刚刚好过来 对 对 哦 有没有人 对 对 对 是 对 我说 Fail 1st的一个雷,掐过秒的,XLV许多打了一波主动,但是侧身会要Dosey 摘掉了小云当这个侧身位,最后补上枪线,QM这波还是拿到了派出这两个人头 另外一边天路好像也遭受了一些打击,抬口一个手里放倒了松松 现在天路要封一些对面的枪线烟,影响到对手,让对手跑位出现失误才能抓取机会 天路要在有限的视野内和对面对枪,还要把对面对倒,才能缓解目前这个局势,这颗雷差一点点 是的,不过这个角度高打敌,包括投制手雷的角度还是CES更好一些 这边天路,侧仪式New Happy 对,名号烟多啊,还是混了很久的时间 小彤身上已经没烟了 这个时候要看自己的枪法了 人救了起来,人救了起来 还有雷吗?Tike那个位置我记得是有机会啊,锁一颗雷的 但是明明有雷啊,明明这个角度是往天路脸上去丢的 小彤已经被炸倒了,刚刚浮起来 这是匆匆刚刚被浮起来 小彤是没有烟了 侧线也能被看到太空打倒了匆匆,又是一个侧身 又一枪,明明打倒两个了,人头暂时还没有拿到 小彤人,被T1发现 利用到绿值,先把匆匆的分数拿下,各K一分 主要,这颗雷激活了CES 让CES有一个往前突进的想法 而且,看两名队员啊,现在一打二 有这么一条小反坡 对手的掩体也并不是非常好 明明这一波CES不上来 明明是有操作空间扎的位置 嗯,就这种反坡,再往前面去走 其实也能慢慢玩的,车保的还都不错 是的,转移的过程 CES刚启动车啊,被远处T 逮住了机会,抽倒了一个 明明要抓机会了 他直接选择往北部去绕点 WC一直在朝CES 那个方向放枪,他没有注意到明明 明明可以出,首先打到了一个 最后一个,这一发打 最后一个了 一个大背身打中了一枪 但远处T1的人又再次出手啊 制止了这样的一个行为 平和的战场 这一分肯定ADAM 用手雷 QM来了,QM把KDF赶到东边去了 KDM接驾 QM的最后挑递位置只剩一丝血 QM的过程 QM的过程确实之前跟天路的美国消耗战当中 也已经不安了 对,消耗了太多的道具 这个过程没淹,肯定是没有活路的 QM的枪线影响了 QM的枪线影响了 QM很难操作了 QM很难操作了 QM看到了金姐的300斤的压枪 顺利带走 QM已经到了 QM没 named QM的枪线影响了 QM QM的枪线影响了 difference QM能加 Sounds QM的网名 这道具也没怎么用过 现在已经太轰炸了 直接倾斜在BBL身上 不用 稍微有些奢侈 其实可以放BBL去打BGP的 BBL是不可能直接攻防的 还有把能抽 这局好爽 哇他已经抽了9分了 他配合QM直接把PGM淘汰掉 是的 BBL人也不多了 能归到QM的这个暴力 还得等一分 哇 跟防区的T开对枪呢 这个位置T也不敢拉马路了 枪线影响T也很难再出来了 封了很多过点炎 要启动车去下坡了 终究还是在这个西部反坡 留了一个人架枪队不过 对面枪有点多兄弟 这怎么办 这会不会出风险呢 选择了更稳妥的方式 任QM做大哥 等QM去抽 但QM在接人 这波接车打下两个 只剩一按里面最后一个 能腿下去拨 最后的机会了 BGP正面打了一个 是自己也被换了一个 是踩上来打 哇他这个三倍级敢这么踩啊 是 主要是头顶T这边 其实无暇顾及底部的情况呢 最后的绝对圈是一个4打3打1 BGP有没有浮起来 直接撵过来拿下呢 这七七的一分 如果打贏 如果打贏的话就是把超级大分啊 3打2 QM的位置是优势的 是 而且这个倒的人是可以拉的 BGP 就快飘了 看到了 逮到了 还好没被架枪的打倒啊 这波PU还有操作的空间 而且知道南部倒人了 可以去拉一个枪 还没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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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波的话是直接给了闪 但是特意有强行 哦 布利格侧前沿不服了 哦 后面一击这个选择是对的 对的 刚才浮了那么就没浮起来 要爆了 又回去就要 PIO PIO 一个大三三 看起来刚才会死的 哎呦 好烦打掉了 最后是个二打一 好险 这一把GROZA把PIO直接翻秒 这想法已经很出色了 烟中恶鬼 还是依赖于这一波